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.01分57秒 播放流水1AB96E3F9DF17BB026H5FC9BA098B7G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楚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资讯 半场复利价平衡打 雷亚破门塔利斯下班平按住 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DA00RTHB7BWGIMGHTTPNOOSGTIMG.COMNOOSUP LS0469532066666404800 DAPE视频 资讯大场复利价平恒大 雷亚破门塔利斯下班平 市场约1分13秒 腾讯体育8月5日是引人注目的广州得比 保利尼奥建功驻恒大1-2-1反超比分 最后时刻他又投球破门 最终帮助恒大4-2拿下复利 只为一节的是 他重返恒大后4场5球 穿上9号球衣的保利尼奥不但是球队的后场铁闸 同样是前场进攻的一大利器 保利尼奥重返恒大 也被看作是恒大全力冲击8连关的关键 保利尼奥回归之后 要现相当出色 没有任何的修正便迅速融入 这一是充分体现保利尼的能力 此番面对着富利时 保利尼奥再次攻入对手的球门 第48分钟时 替补登场的余汉超走路突破 撕开了富利队的防线 随后他输送威胁传中球 门前包抄的保利尼奥得到皮球 这时保利尼奥面对着上强的防守球员 巧妙的一口 轻松将对手摆脱获得良机 随后保利尼奥的抽射进次攻入对手球门 恒大也以2-1将场上的比分反抽 第88分钟 刘利尼奥在禁区外大力远射 成员类奋力将球扑出 但却未能脚皮球机远 保利尼奥快速插上投球 不是建功 恒大以4-1领先 保利尼奥在世界背后 没有任何的修整 便马不停蹄的为恒大征战 他在赎场面对着重庆时 攻入回归后的手球 如可场面对太大时又没寒而度 中恒大奠定优势 此番面对着富利再度上演 没开二度好戏 保利尼奥四场五球的高效 令人扎舌 身批九号的保利尼 进球效率相比前锋来说 不但不晃多让 甚至让人感到更胜一筹